我确诊了 对 4月8日林俊杰发文透露自己确诊新冠 他目前有轻微喉咙痛发冷和头痛 暂时没有其他严重不是 为了鼓励自己也为了鼓励其他新冠患者 他特意上传了一段谈唱视频 林俊杰说 想到还有很多为抗疫尽心尽力的人们在守护我们 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把身体养好 林俊杰不是第一个确诊新冠的明星 此前演员杨子琼也发文表示确诊新冠 并配了一张戴着口罩躺在床上的图 可见新冠传播非常广泛 所有人都有被感染的风险 随着新冠病毒的变异 目前的新冠狙击战显得尤为艰难 上海本轮新冠的暴风炎 连续多日出现过万例感染者 4月8日 上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824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398例 目前上海有本土感染者超10万例 这一串数字给了我们最强的警示 这一轮新冠远远未能结束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每个人都可能感染 上海这一轮新冠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无症状感染者多 从最初的几百例到现在的超过2万例 数字极为庞大 也就意味着社区传播链特别多 而且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 上海16个区都有新增 实在让人忧心 尤其是无症状患者起初并无特别的疾病反应 且传播非常迅速且广泛 有可能是卖菜的商贩 商场的职工 跳舞的阿姨 值班的保安 被感染的病毒 自己也无法察觉 于是不幸的 成了确诊患者 又成了病毒的传播者 很多人始终觉得 新冠离自己很远 只要我的城市没有确诊病例 就不用担心 不戴口罩 到处乱逛 大声喊话 随地吐谈 即使有人确诊了 也觉得是那个人不走运 并且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事实证明 越是心存侥幸的人 越逃不开不幸 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 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专家反复强调 所有人都是一杆人群 不存在绝对的幸运儿 你的健康 由你自己负责 你不重视 就要付出最重的代价 新冠病毒比想象中可怕 上周 温州四天内连续报告 无企确诊病例 其中 有二例是在动车里感染的 他们还是乡邻车厢的人员 看似隔着一定距离 但也很容易感染 一是上下车的过程中 二是乘车时摘下口罩喝水或进食 三是卫生间的门把手可能附着病毒 四是乘车时曾拉下口罩或没有规范佩戴 奥密克隆病毒就是这么强大 一时不慎就能感染 西安有一个人没戴口罩 因为身旁的路人吐了一口痰 就感染新冠了 上海有几名医护人员 在检测核酸的过程中也被感染了 你可能想象不到 奥密克隆变异株有多狡猾 它传播速度极快 病毒载量极多 传播力度极强 更可怕的是 它相当善于隐匿 潜伏期可以长达14日 如今 新冠病毒又出现了新毒株 XC毒株 每一次新变异 就意味着一轮新考验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意识到 这个病毒有多厉害 才能严格防护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做好防护 助劳严密防线 才不会给病毒可乘之机 新冠后遗症损害很大 经常听到有人说 新冠只是一场大号流感 流感的后遗症 可以说是非常轻微 但新冠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此前 英国牛津大学 曾对785人发起研究 其中有401人感染了新冠 研究发现 新冠会加速患者的大脑萎缩 导致患者的嗅觉 记忆等发生退行性变化 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注意力 专注力 信息处理速度下降 和记忆力受损等情况 相当于提前衰老了1岁至10岁 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发现 有5%的成年男性在感染新冠后性器官缩小了 还有15%的人出现了男性功能障碍 医学前沿发布了研究结果 曾经确诊新冠的患者即使只是轻症 再确诊新冠近一年后 也出现了睡眠困难 乏力 关节疼痛等后遗症 国外一份研究 对出院的新冠患者的追踪调查证实 70%的患者出院一段时间后 仍有参与病症 出现的后遗症更是多达十多种 可怕的未必是得病 而是病后的后遗症 即使身体上得到了痊愈 心灵上也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这始终是一种危急生命的疾病 并非人们口中的大号流感 躺平的代价不可估量 随着新冠感染人数越来越多 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声音 躺平吧 躺平吧 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了 其他国家都共存了 躺平吧 我不想再折腾了 好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这样的论调不是蠢就是坏 放开防疫 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放任奥密克戎在全国流行 按照香港10%的感染率 和0.62%的死亡率 全国新冠确诊病例数 将达到1亿4千万人 全国新冠死亡病例数 将达到84.6万人 光看这个数据 就知道中国要付出 更加巨大的人力物力 去迎接躺平 而且以中国现有的医疗资源来看 一旦遭遇如此严重的新冠 整个医疗系统有可能被击穿 新冠爆发的这几年 病毒一直在变异 我们的防控政策一直在改变 唯一不变的是国家努力 想让生活回归平静的信念 中国的防控理念 始终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决不躺平 实现动态清零 是保护我们 也是对我们负责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我们做出努力 我们还能有什么怨言 应当携手共进 战胜病毒 配合防疫是每个人的责任 新冠就是一面人性的照妖镜 照出美好的一面 也照出丑陋的一面 有人不戴口罩 不配合防疫 甚至对奋战一线的防疫 大白 拳打脚踢 有人隐瞒形成 散播病毒 因为一己之私 毁了一座城 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更有无数看不见的键盘侠 一次次化身正义使者 掀起一轮轮网络骂战 谁确诊了 他们就骂谁 哪里有新冠 他们就地狱黑 网爆猛于新冠 就是最大的悲哀 自私与善良 是可以选择的 新冠当前 医务人员冲在前线 志愿者坚守在前线 政府干部 也服务在前线 什么都做不到的普通人 对抗疫最好的贡献 就是不要搞破坏 戴好口罩 保护好自己 也是对他人负责 配合防疫 对自己负责 也方便了他人 时代的伊丽莎 落在人的身上 就是一座山 防控新冠 每个人身上的责任 都是沉甸甸的 即使病毒面前的我们 再渺小 但当所有力量 汇聚在一起 就会变得 无比强大 我们再也回不到 过去了 从2020年初到今天 新冠反反复复了 两年有余 野火吹不尽 春风吹又升 每当我们以为 新冠终于过去 春天已经到来时 新一轮新冠 又席卷全国 800多个日子 我们共同抗疫 抱团取暖 万众一心的艰难求生 有人已经疲惫了 有人已经懈怠了 有人想要放弃了 有人开始怀疑了 其实我们已经明白 一个事实 再也回不到 2019年以前的日子了 新冠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 戴着口罩 出行要绿码 人与人之间 要保持距离 也改变了我们的心情 学会更冷静 面对病毒的袭击 更沉着 应对生活的考验 一场漫长的新冠 促使我们 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必须接受 新冠将长期存在 我们也必须 做足长期的准备 后新冠时代 学会扎根于 这飘忽不定的土壤里 如何好好生活 如何提升自身的价值 如何应对未知的未来 世上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无常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 因此把此刻的欢喜 和对未来的展望 栽种培育 是后新冠时代的 当务之急 现在最后 新冠教会我们 健康才是快乐生存的重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拥有健康的一切 生命是最宝贵的 每个人都要珍惜健康 才能挑起生活的重担 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俗话说 长江一去无回头 人老何曾再少年 生命只有一字 人生也没有回程票 请一定要保重身体 活好眼下的每一个日子